好,我们今天来看一块从一个学校的教学仪拆回来的电源板 这个电源板是买不到的,所以说是必须维修 然后这个故障也是非常的奇葩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教学仪,它是不能开机 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居然是电源板的问题 而且它的电源板输出正常 我们现在来接上线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接上电源,开机 我们测量300V 正常,这边的输出有标识 12V正常 5V正常 5VSB正常 然后呢,我们进行开机 我们用列子直接短接 5VSB和PSON 我们可以看 电压已经升到390V左右 证明PFC电路也工作正常 那么你以为这个板子是正常的吗? 其实不是 这个板子是有问题的 当时在学校我们去修这个机器的时候啊 我们测量这个电压和刚才一样测量 我们也是判断这个电源板是好的 然后呢,我们怀疑主板问题 然后去另一台,同样的这个教学仪上拆了一块主板 装在上面了 结果发现故障依旧 后来我们又找了一个别的电源 虽然不一样,我们进行去开那个主板 结果故障机的主板是可以开起来的 那么最后锁定就是这个电源板的故障 那么这个电源板究竟是一个什么故障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供电时序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机器我们刚才通上电之后 它的12伏5伏都是有的 正常情况下啊 它这个12伏和5伏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它导致这个主板上的CPU啊 这个开机的时序有问题 所以说导致这个主板不能开机 那么有的朋友会问 那刚才我们用列子短节去开机了后 380可以升起来 那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拿这个板子啊 来给大家仔细研究研究这个电路啊 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视频就非常值得一观看啊 好,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维修思路啊 刚才我们是在这个PSON和这个5伏SB短路的时候呢 这边可以深压 那说明它这一块控制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电源板呢 由于它的上电时序有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不开机的时候 它应该就只有哪个电压 只有这个5伏SB 我刚才测这个5伏12伏都是有的 甚至这个24伏也是有的 那说明这个电源呢不正常 应该在开机之后才有 那么在没开机之后它为什么会有呢 那其实我们根据这个线路跑了一下啊 我们看这个PSON的信号 一路是通过这根跳线啊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封门档听一下 这是PSON的信号 这一路是不是到这里呢 然后到这里啊 这是一个零屋的电阻 首先一路呢通过这个跳线啊 直接到这个光路这一块啊 它是控制了这个PFC去呢 刚才说我们说PFC开机之后能生压 那说明这块没问题 那么看到没有它还有一路 是上来了在这块电路去了 那么这块电路的由于它比较复杂 我也没有看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研究一下 我们看这个5伏12伏为什么它会有 好我们再看电路呢 发现这个5伏 这个是5伏 这个是12伏 这个24伏呢 看到没有 各有三个MOS管啊 在这里控制 那么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这个MOS管的工作状态 我查了一下 它这个电路的用的比较奇怪 它是用的一个NMOS 那我们知道NMOS的控制机不应该有高压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上电测一下 如果有高压来说明就是这个 控制机这里有了问题啊 导致这个5伏12伏24伏有了输出 好我们现在通电 开机 好我们测一下啊 你看先测这个5伏这里 我们打到直流档 你看这是高压 那就不正常 这个也是高电频 也不正常 这个也是高电频 也不正常 那么而且它这个三个管子呢 也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这个管子 它的电压是控制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电压是控制这个管子 大家刚才看到啊 我这里测出的这个控制电压 它是12伏 这里测出的控制电压呢 是接近24伏 它是这样去控制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三路电路是哪个电路有问题引起的 那就说假如说这一路电路有问题 那么它后面肯定是都会有输出的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路开始 那假如说是这一路有问题 那么它这一路就不应该有输出 只是后面这一路有问题 这是一个自然的逻辑啊 我们所谓说要查一下这里 那么怎么查呢 你看啊 它这个控制电路呢 也比较复杂 好我们先放一下电 你看它这个控制机啊 通过一个挑线 然后这一堆什么三级管的二级管的 这个电阻电容啊 我们一个个去查啊 一个去测的可能就不现实啊 或者说比较浪费时间 我们有一招什么办法呢 断开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块电路啊 这块电路所有的控制信号呢 它是通过这个电阻输入进来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电阻给它拿掉 把它断开 就是让这个控制电路啊 不工作 那么正常的话 这个模式板都不会工作 那么这个模式板不工作呢 那这边的模式板应该是不会工作 好我们现在断开这个电阻 好这个电阻断开 我们再次上电 还是开机 好我们再来测这个控制电压 首先测这个 你看现在就没有高电瓶了 然后测这个 这个怎么还是有高电瓶 这个没有了 这个也有 那我们还再看一下这个电路 那么说明它不是串联控制啊 应该是并联控制 我们先放点电 我们看一下啊 它这里是这个控制信号 它这个确实是这个 一个并联控制 但是这个是串联控制 就是说 看到没有啊 它这里 这里是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不是测到这个电路这里吗 它和这边也是通的 那这边这个电路 它通过这里 它就控制这个电路 那我们把这个电路拿掉 它这个电路给这个 模式管理控制信号 这里输出电压的话 这个电压就会通过这里 对 对到这个 这个控制机 但是这两个是串联控制啊 这个和这两个是并联控制 这两个是控制一起的 好 我们现在再通电 开机 好 我们再来测一下 现在5V没有了啊 但它这个输入这段是有5V的啊 只是说受了电路控制 没让它出来啊 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给断开啊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在开机之后 这里给它控制电压 输出12V或者是5V 那么现在我们就还要往前查 我们看一下啊 刚才从控制信号 不是从这里来的吗 那你说这个地方是给了它高电瓶 你看到没有啊 给了高电瓶 一个给了这个管子 一个给了这个管子 他们就输出电压 那我们就看这个高电瓶是哪里来的 因为这个板子的故障的比较特殊 所以说视频拍下来的也时间比较长 我就把这个视频的分成两段上传 想知道这个板子具体故障点在哪里的朋友呢 点个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呢 马上给大家分享